有勞工团体调查发现 有近一半的受访者 每星期工时多于75小时 建议当局尽快立法规管工时 港交勞工社团联会 在上个月下旬到今个月中 访问近600个来自交通运输 和饮食等6个行业的人士 超过六成平均每周工作时数 连同在家工作计算 达到44小时以上 有近一半更加多于75小时 调查同时采用哥本哈根 疲劳量表的0到100分评估 发现每星期平均工作 高达55小时或以上的人士 个人疲劳指数达到63分 即是中等偏高以上疲劳程度 联会说疫情期间 不少打工仔需要再加工作 令工作时间模糊 便相被逼合理超时工作 建议当局尽快立法规管工时 并为每个月总工作时数 制定过路水平和定义 五消息说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 李家超将会在明天公布政杠 连日来都有不少团体 去到李家超竞选办交意见 竞选办早前说 李家超的政杠会以方向性为主 目前已经是基本上完成 据了解李家超明天早上的11点 会在会展举行发布会 向选委里面的地区人士 也就是分区委员会 地区撲灭罪行委员会 和地区防火委员会的代表界别 公布政杠的内容 消息说会有提问的环节 而在发布会结束之后 李家超会见传媒 荣湾海角街地盘清晨发生三级火 焚烧近四个小时被救赤 有两个人受伤送远 起火的地盘在荣湾路桥底的海角街 火势猛烈传出多次爆炸声 无出的浓烟升到桥面 行车视线一度受阻 起火的是渠务署和外判商地盘 由组坎屋搭建林寺的休息室 消防早上六点半截报 大约十几分钟后升为三级 出动三队烟武队和四条后搬救 消防初步调查说现场没有传放危险品 但由于火牆结构复杂 增加扑构困难 今次我们调派了六十辆的消防车 和九辆救护车 而火牆位于地盘的中心 是两层高升铁搭建的建筑物 面积是15乘20米 消防署遇到的困难 是包括火牆的面积是大 尖格、复杂 亦都在结构上有一个潜在的危险 两个地盘监督逃生的时候受伤 送去人制医院 受到火警影响海城路、海兴路和海角街等一度要封闭 火警在上午10点50分被救息 火警期间政府说 区内空气监测站数据未有异常 但提醒荃湾、青衣和葵冲一带的居民 可能受到随风飘散烟雾 和意味影响要散场 无线电视机者梁卓音不道 今天是国际工商纪念日 多个工会举办活动 呼吁政府关注工人权益和安全 国际劳工组织将每年4月28日定为工商纪念日 以纪念工业商忘工人 对建设社会的贡献 工联资安建协会到政府总部外请愿 说去年头三季有193宗职业伤亡个案 较前年同期多了20宗 而去年10至12月的10宗致命工业以外 有6宗出现在建造业 认为政府和雇主责无旁财 每一个繁华的都市都离不开我们公有的辛酸 疫情到现在已经持续了超过两年 很多大型活动都受到影响 本港的工业意外偏偏未有改善 甚至比以往多 由于工作环境的改变 出现港工 公司缩减人手 以至到有因为转行而出现因为山手 的状况 协会建议当局设立中央职业保险补偿局 并且协助因为从事高风险行业 而未能投保的工友购买保险 也应该成立专责委员会 处理工商实常 完善工商申报和实常程序机制 而工业商望权益会就连续20多年 向政府争取将这一日定为工商日 汇方到尖沙咀和中环举办悼念街站 树立自制的纪念碑 权益会希望政府能够为因工伤亡的工人 在市区树立工商纪念碑 和正式工商问题 慕斯烈士记者贼远文不得 志心演员曾刚 昨天倒闭在检疫酒店房 中年87岁 有老人专科医生提醒 长者如果需要自己去检疫 要准备足够的药 家人也要经常跟他视像通话 留意他的身体状况 曾刚的家人早上到葵冲脸房认识 我们家人也在接受 都几十岁了 我觉得是正常老人家的身体状态 血压高那些都很正常 据了解曾刚星期一从新加坡回香港 他的女儿星期二曾经转交物品给他 当时未有二药 卫生署的人员昨天在酒店巡查的时候 见没有人应援 开门之后发现他倒闭在酒店房里面 有老人科专科医生说 有慢性病的长者一般要吃六七种药 独自检疫最好准备双倍的份量 慢性疾病的药 吃少一两天不是大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三四天不吃的话 就会有危险的了 所以如果你七天的话 应该熬不过七天的 家人可以跟他每天有视讯通话 因为就这样说电话都不可靠的 根据当局指引有照顾需要的人 可以在抵港之前向卫生署提出申请 由一个照顾者陪同检疫 抵港人士也可以在取得检疫令之后 打电话去检疫令的24小时热线提出申请 如果获得批奖 照顾者需要入住同一间房 直至检疫令结束 期间不可以换人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荃湾海角街地盘清晨发生三级火 焚烧近四个钟被救息 有两个人受伤送远 起火的地盘在荃湾路桥底的海角街 火势猛烈传出多次爆炸声 霧出的龙烟升到桥面 行车视线一度受阻 起火的是渠务署和外判商地盘 由组合屋搭建林寺的休息室 消防早上六点半截报 大约十多分钟后升为三级 出动三队烟武队和四条后半截 消防初步调查说现场没有存放危险品 但由于火牆结构复杂 增加扑构困难 这次我们调派了六十辆的消防车和九辆救护车 而火牆位于地盘的中心 是两层高升铁搭建的建筑物 面积是十五成二十米 消防署遇到的困难 是包括火牆的面积是大 尖格、复杂 亦都在结构上有一个潜在的危险 两个地盘监督逃生的时候受伤 送去人制医院 受到火警影响 海盛路、海兴路和海角街等一度要封闭 火警在上午10点50分被救息 火警期间政府说 区内空气监测站数据未有异常 大提醒荃湾、青衣和葵冲一带的居民 可能受到随风飘散烟雾 和意味影响要散场 无线电视机者梁卓音不道 一个故容中介公司女职员 隐瞒到港女容有传染病 向故客虚假声称 验身结果一切正常 同事实不符 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被海关拘捕 正是保释后查 海关人员去到旺角一间雇佣中介公司 大酒膳案的42岁女职员 并检就一批文件调查 海关说收到事主举报 说在聘请女容的时候 要求外容没有传染病 中介公司多次确认没有问题 但是迟迟未交验身报告 直到外容内港 倒职一段时间 收到验身报告显示 他传染病检测情仰性 雇主一家没有受感染 但是被受困扰 海关说有关职员 只是涉及一份家庭合约 又提醒在外容供应紧张底下 市民聘请外容需要清楚列明合约条款 如果发现怀疑为例的事宜 可以向海关举报